昨天我视频里面说看好今天美国6月通胀CPI的数据 当初的结果的确比市场预期的要好 预期环比还是0.07%的正正涨 结果出来的数据大家看是负的0.1%的下跌 看这个图这可是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的月度环比的下跌 核心的CPI也是一样 低于预期的预期是0.22%的环比 结果只有0.1% 这使得同比核心的CPI下降到了3.27% 21年4月以来的最低值 不管这是拜登政府为了让美联储在大选前降息 故意做低的数据 还是真实的数就是这个低 总之这个趋势下去 美联储应该是没有话说了吧 连续三个月的低于预期 看场景三个月和六个月的年化也都是下降的 所以CPI数据出来以后 9月降息的概率已经是冲到了80%以上了 不过7月现在的降息概率虽然也冲高了 但是总体还是不高的 不知道接下去会不会提起来 不过看起来美联储至少会在7月会议上开始讨论一下降息条件了 大家可以稍微安息一点 细节上我想说三点 一 昨天视频说的CPI的三大组成 也就是能源商品和服务的 我的预测基本上都对 你们看服务通胀里面最大块 CPI的房租通胀这块也是下降的 第二大块 车险这边也是跌的 第二美联储最看重的超级核心服务通胀 Supercore 就是扣除了房租以后的核心服务通胀 也是跌的 所以说这对美联储降息 至少在通胀这边来说 也算是吃了一个定型丸 对吧最后话也说回来 Supercore是在跌 但是目前这个位置其实还是在高位的 大家看 而且大家看这个图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就是80年代的时候 美联储也是看到了通胀下来 提早的预防性的降息 不过一降以后通胀就马上起来了 大家说这次如果美联储9月降息了 会不会也是同样的这个情况呢